登登 超有線條 你真的打側看 你會覺得整個線條感是非常漂亮 特別是我拍完照修圖的時候 已經讚嘆了 對這條牛仔褲 你會見到那個版型是很直不甩 但其實它是喇叭剪 但你會覺得那個感覺很直 很直的 不知為什麼一直有這個很直的感覺 在我的腦裏面 但這個你會見到 我是旁邊的這個 淺色的位置 伸延去到腹腳 小腿中間的位置 這個就不是拼布來的 是一個 褪色的效果 你以為是它飄染的 但它飄染那個 時間 或者效果 未去到洗到白的狀態 那它只是一個 可能短時間一點 或者我不清楚它怎樣做工 它的效果是比起這個 淡色一點的 而且它未去到白色的 那個飄染效果 那去到 而且你會見到 在腹腳的位置 它不只是一層 這樣做分界 分角位 你會見到 是慢慢一路一路 這樣滑下去 特別在這裏 我褲這些位置 你這樣正面地看我 你會覺得是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慢慢這樣 突下去 所以你會覺得 是很有線條感 那你打側看 我就會覺得 很直 真的很直 但其實明明是喇叭咖 來的 但我就不知為何 就是不停有一個直字 在我的腦裡 總之 這條褲 我覺得它的 線條 拿得很漂亮 這個是無地置疑的 一個觀感 另外欣賞的是 它飄染那個層次 我這樣合起來 合起來 你會很明顯看到 弧度的線條 拿得很好 它腹腳那個分界線 那個層次 都是很軟 你講到了 很軟 很油 沒有很死實的一條線 戒開 漸進的層面 都拿得很均勻 那這個是應該是 很好的一個造工 來的 如果你說摘染 我摘 即刻開了這個位 這兩個位 是很分明 但是你會見到 它那條線 但是你會見到 這個是慢慢 brand開的那個效果 很軟 很柔和的一個線條 但是你會明顯看到 那條 那條 分角位出到 但是你會覺得 是很柔軟 很柔的一個狀態 另外 另外 除了這個 染色 飄染 飄染 飄染的一個造工之外 你會見到 庫頭的位置 是一個斜咳的V型 來的 那這裡呢 是一些明線 黃色的復管明線 這個是正常的拉鍊位 亦都有褲頭扭位 對 那這裡再附加 盆骨位 對上多一點 那有一個V型的一個線條 所以它 無論是褲腳的這個位 還是盆骨的這個位 那你都會覺得 它的那個膚型 是做得很漂亮的一個細節 對 那這個呢 另外還有 有 中大家 但是我現在穿的這個是細馬來的 那Hip那個位 都是有那個V型的線條 那它那個版型呢 都算是鬆鬆的 對 就是你見Hip這些位 不是貼了的 這樣的效果 那都是偏鬆的 鬆鬆的一個線條 這些一定是鬆的 布質 少少大成 少少大成 那我展示了腰圍給大家 看看 那它後腹是橡筋來的 對 我現在這個是細馬 後腹是橡筋 很漂亮的一個線條 你看看是不是很直 很直 對 非常漂亮的一個喇叭褲